左下腿被拉进的感觉 我看到那个岸在海边上 在海边上有船 有那个游轮一样的大船小船都有 然后盖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帆布做出来的一个东西盖在海上面 这个场景的前探天文您还能看到 然后电耗以后 天上飞碟上会丢下了小柱子 因为地球有重力的作用的话 你直接砸到小船上 砸到船上会把那个船就损坏了 现在他怎么想办法把东西砸到船上呢 就打了一个像帆布一样的东西 打了一个弧形的一个顶棚 然后那个小柱子掉下来的时候 掉在顶棚上面就缓冲了 缓冲了以后 或者就掉在顶棚上面就不动了 禁止了 然后再慢慢滚下来 滚到船上 这样的话就没有多少威力了 就不会把小船砸破 然后这个上面的那个小 扔下来的小球呢 是由外太空的材料做的 这个外太空的材料呢 然后人家发现一个 一看这个小球子就想到了 有外星人的存在 有外星上认下的东西 这也是一种方法 这些外星人用这个方法 用这个方法 来让地球人知道外星人的存在 其中也包括把那个太太尼克奥移整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一方面把太太尼克奥移走了 把木乃伊也移走了 然后另外一方面 让海底掉或者船上掉下 发现一些小球掉到他们的船上 也有可能是人家是考古 或者考经 或者考未来的人呢 会捡到一些小球 这样呢 他们会认为 他们会认为 这个是来自天上的 因为成分上来判断的 所以因此 来让人们知道外星人存在 而这些人呢 是一个学者 学者说的话呢 有的话语泉 这也是现在的一种方法 这也是现在的一种方法 正在实施的一种方法 也是正在实施的一种方法 好 那么 也就外星人 也一直没有停止 没有停止 他们尝试晒英文天 其大方法 然后这段时间呢 我这边有些事情 要花点时间把它干完 现在干完是 弟弟去砸树 把它清掉 不然的话 长起来就很麻烦 所以说 花了时间和精力到这上面去 把这个事情干干 整完以后 再回到另外一方面 当然事情也在说 就是花点的力气 花掉以后 人可能没那么灵敏了 是这么一回事 好 知道了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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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